由集集定公所所基盤 集合好動樂會 定向越野瓦檔 在拜六星期兩天 一專頂圍地都流在電氣 慶祝超過兩千位 參賽民眾和加油團 都來到集集定鄉迎瓦檔 到過找地點順部打開的方式 讓參加的選出 到過這個定向越野 享受集集集定的風情和人情味 讓我們做回來看看 集集定向越野 集合了石虎和同樂會 出發 為了讓他們安全 定向越野瓦檔 世界分推出裡面開比賽 無論是大人小孩 都是其他高興的表情 大家看地圖 哪幾位尋寶打開路線 集集定中等去行復車 和共同參加 提供這首個集集定 第一次的定向越野 集集正有非常完善的 相對起來 非常完善的人型的環境 那在集集正舉辦這個定向越野 不管你是用走路的 騎腳踏車或是跑步 都可以在一個相對安全 比較沒有車輛干擾的環境 來享受 來盡情的完成我們的賽事 因為我們的整個市區戰力不大 所以說如果你要運動也是有些效果 但是又不會喘得要死 非常高興 因為來的時候 經過火車的豪宅 感覺說 哇 怎麼可能的遊客特別多 那是不是說我們公所這邊 來辦這個定向越野 無形容 會帶來一些觀光人潮 也讓這些商家 可以配合的時候 當作來促進我們經過 武漢肺炎 過這段時間的火熱 讓大家來認識集集 原來也有這麼好玩的東西 我希望我們能夠把它打響 我們集集的一個觀光的一個名號 配合我們定向越野的這個舉辦 讓更多的鄉親來認識集集 然後讓我們集集的商家 整個觀光的一個產業 能夠更加的親子化 一集專頂為第二道的 就好東六回 定向越野華東 在拜南禮拜兩天 六十幾班 其中有25間入車共同參議 都讓參賽民眾 競爭這個六處到立場 剪刀石頭布 政長來舉辦這個活動 對我們這些商家 它當然是有一個很正面的一個效果 也可以帶來人潮 透過這樣的活動 也可以為大家帶來很多的熱 可以促進這個地方上的觀光 對然後我覺得就是 除了就是外面的人參與之外 店家每個店家都很就是熱情 讚!南投讚! 人情味讚!台灣讚! 而且騎腳踏車真的很悠閒 這邊在這邊晃的時候 就感覺很棒 大家都很好會關心你 兩天一定向越野華東 拜託是歡樂做 禮拜就是晉晰的即婚比賽做 兩天欠超過兩千人 來到自己修訂 透過定向越野 體驗好方公和好人情 記者給我們參加 報道 都知道没有